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学习写作 题目是《起跑线和终点》 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文章的审题和选材 现在谈谈立意,也就是为文章定下主旨 你有什么意见呢? 本文是借起跑线和终点为遇 指出人应该自定起跑线和终点 确立目标,努力实践 表现出自由,自决的精神 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 接着来,我们构想一下文章的作法 你有没有提议呢? 我们可以借物说理 借起跑线和终点 比喻人生有如一场比赛 这场是什么形式的比赛 人们为什么要比赛 比赛令人有什么好处 可以逐一论述 令到抽象的道理变得具体清晰 文章的结构 本文是属于借物说理的文章 有别于一般的议论文 所以不用采用 引论、本论、结论的结构 我们可以先提出一般人的 错误观念 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由反面入题 然后指出这个观点的错误 再带出正面的意见 论证方法 由于本文是以属于 说理性的文章 说理散文 一般议论文的论证方法 都可以使用 包括举例、引用、对比、比喻、演绎、归立论证等等 修辞技巧 注意使用修辞技巧 以增加文章的艺术性 包括切文、反文、比喻、比移、反语、对比、对偶、排偶等等 现在我们构思成熟之后 就可以下笔写作了 我们适宜先写大纲 或者段落大意 最好先写稿 然后修订 注意字体要端正美观 标点符号正确 那你会如何入题呢? 以下只一个事例 可以给你参考 同学应该自行写作的 起跑线代表赛宝的起点 运动员站在起跑线之前 做好热身准备 正后起跑的红领 为的是什么? 为了胜利 为了荣誉 为了考验自己 还是为了完成别人交托的任务? 既然是比赛 自然有胜负 谁会不为胜利而喜悦 又有谁不会为失败而沮丧呢? 有人说 不以成败论英雄 显出豁达大道的胸襟 也有人说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显示现实残酷的一面 无论如何 成败确是人们难以拆除的一赌场 只要一站在起跑线前 就想第一个跑到终点 享受成功的果实 所以 别要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就成为现时很多家长 教育下一代的金科欲律 我们用了直接入题的手法 先论述题目的第一个关键词 起跑线 起跑线这句 下面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为的是什么? 为了胜利 为了荣誉 为了考验自己 还是为了完成别人交托的任务? 我们没有立即讲出答案 目的是刺发读者思考 然后在下文慢慢分析 最后才讲出自己的意见 下文我们经常都引用 香港人经常说有一句说话 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目的是什么呢? 提出现时社会上 一般家长对子女学业成败的看法 他们看众成败得失 认为会影响子女的前途 所以主张做好准备 祈求及早超越其他学生 取得优异的成绩 那我们怎么接触下去呢? 大家先想想 我们留下一次再讲吧 论证方法 由于本文是以 属于说理性的文章 说理散文 一般议论文的论证方法 都可以使用 包括举例 引用 对比 比喻 演绎 归纳论证等等 修辞技巧 注意使用修辞技巧 以增加文章的艺术性 包括切文 反文 比喻 比移 反语 对比 对偶 排偶等等 现在我们构思成熟之后 就可以下笔写作了 我们适宜先写大纲 或者段落大意 最好先写稿 然后修订 注意字体要端正美观 标点符号正确 那你会怎样入题呢 以下只一个事例 可以给你参考 同学应该自行写作的 起跑线 代表赛宝的起点 运动员站在起跑线之前 做好热身准备 静候起跑的号令 为的是什么 为了胜利 为了荣誉 为了考验自己 还是为了完成 别人交托的任务 既然是比赛 自然有胜负 谁会不为胜利而喜悦 又有谁不会为失败而沮丧呢 有人说 不以成败论英雄 显出豁达大道的胸襟 也有人说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显示现实残酷的一面 无论如何 成败确是人们难以拆除的一赌场 只要一站在起跑线前 就想第一个跑到终点 享受成功的果实 所以 别要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就成为现时很多家长教育下一代的金科欲律 我们用了直接入题的手法 先论述题目的第一个关键词 起跑线 起跑线这句 下面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为的是什么 为了胜利 为了荣誉 为了考验自己 还是为了完成别人交托的任务 我们没有立即讲出答案 目的是刺发读者思考 然后在下文慢慢分析 最后才讲出自己的意见 下文我们经常都引用香港人 经常讲有一句话 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目的是什么 提出现时社会上 一般家长对子女学业成败的看法 他们看众成败得失 认为会影响子女的前途 所以主张做好准备 祈求及早超越其他学生 取得优异的成绩 那我们怎么接触下去呢 大家先想想 我们留下一次再讲吧 我们做一个练习 作文的题目就是起跑线外终点 你先议定下本文的大纲 和写第一段 这个题目是没有标准答案 学生应该自由写作 或者参考本短片的事例 我先议定下本文的大纲 我看一说 我来需要掩饱 这一批纲 因为认太迅 这样就要对啊 我们这种整个体验 我们在我们下电马上 我先认太迫 所以我们再复